7月9号台北港 这次出港是三条托轮协助 上期咱们也提到了这个托轮的事情 台北靠博是有四条托轮的 两条是5000匹马力的 两条是6000匹马力的 我们简称的5566 在宁波进出口都是四条大马力的托轮来协助 下一港口是哪里呢 是盐田 根据我们的记录 盐田港进出都是有三条托轮 靠博的时候是两条7000匹的 一条5000匹的 出港的时候反过来了 两条5000匹的 一条7000匹的 我就不一一列举其他的港口了 那大家也看到每个港口靠离博的托轮数量和马力是不一样的 虽然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什么呢 我船的前车 这个前车就是手侧推 全称叫传手侧向推进器 这个前车就是它的俗称 那它和大型传播的主机是不一样的 这个主机一般采用的都是固定罗具 靠螺旋桨的正转和反转来实现正道车 而这个前车呢 一般都采用可变罗具 通过改变罗具来调节推进的方向 我们船的前车 它的输出功率每台是4000匹马力 一共有两台所以加在一起呢就是8000匹 相当于一条大马力的托轮了 那么问题是这种超大型的船舶靠离码头到底需要多少托轮来协助呢 有没有一个执行的标准来参考呢 它这个标准是有的啊 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强调一下 我所说的是这种超大型的船舶靠离码头 而不是小船 这个小船啊有时一条托轮就够 有时候连托轮都不需要 自己就可以靠上 那么对于超大型的船舶来说呢 申请托轮的数量会根据不同的船型 不同的吨位 不同的池水来决定 这是简单的说法 那么还要根据靠离码头当天的潮水 风流 船体的受风面积 受流面积等等来确定 那对于我们这种超大型的集装箱船来说 受风面积是肯定要考虑的 也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这个受风面积的大小 可以从装卸货物的那个计算电脑中啊 你直接获取 然后再根据当天的风力 根据计算公式来算出整个船体的受力大小 根据这个计算出来的受力状况 以及托轮的马力大小 最终来决定托轮的数量 一般来说呢是有经验值的 那这种超大型船靠离码大概是三条托轮 至少吧起步 那离码的时候呢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哈 那靠码的时候是三条以上的 这个托轮的带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是带在船头 船尾的正中间 Santleed这个地方 那这种带法欧美那边比较常用 那有的呢是带在船的侧面的 有的呢是这个不用带篮声 协助来顶推的 那有的是停车放篮啊 使劲往后拖的 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吧 而且呢拖带的角度 顶推的角度不一样的 这个船舶的动态扭转也都不一样 那只有这样做呢才能使得大船 能够安全的转向 旋回 吊头 贴住码头 脱离码头等等 这些动作才可以完美的完成 那托轮指令的下达呢 一般由引水员直接和托轮的老大联络 但是你作为船长 你一定要随时掌握住每一条托轮 它的动态 比如说它是顶啊 还是推啊 对吧 它是拖呀 还是拉呀 它是哪个角度啊 朝向是什么呀 这些呢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那只有这样做 你才能够对大船所有的受力点 了如指掌 那有的托轮呢 也是起到了引水艇的作用 它负责接送引水员 那比如上海的阳山港 那要喝它 是余 然后他受骴 Sensei 接下来 在这里 或者收拾你 你受验的来 也两个民生 那不会 对 那另外第三个人 那的话 machen 轻轻 下面这几分钟的画面 就是盐田港进港的全过程 整个从外海一直到靠拨 这样的缩时露营 以前盐田港上银水是分为两批的 先是上香港的银水园 在石牛州这边 这边上了之后呢 航行一段 然后再换成盐田港的银水园 来靠拨 现在呢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整个过程就一位银水园 也是在石牛州这边上 不管这位银水园是香港的 还是盐田的 他是一路跟到底 负责靠拨 离博也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改变 对船舶进出港的安全 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以前你要多一道工序 多一个程序 换来换去的这个银水 进出都是这样 就造成了船舶有时候拥挤 那现在改变了之后 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也为盐田港的这种改变 这种务实的精神 点一个大大的赞 大家看今天的天气 确实是非常好的 那看到这种天气 我不由得就想起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啊 那时候写作文 形容天气好 就一句话 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 就这句 那这句话呢 从我们班的班长 一直到学习委员 从语文科代表 一直到我这样的学渣 每个人都在使用 这样使用的次数多了呢 记得我们语文老师直跺脚 又是这句 你们翻过来 掉过去的 就不能换一句吗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 这个天空 它果然就是蔚蓝色的 而且还飘着朵朵白云 所以说这句话 它很贴切 不能变 它不但今天不能变 转过天来 也不变 因为同样也是天气良好 蔚蓝的天空中 飘着朵朵白云 7月11号的中午 12点06分 一位香港的引水员登轮 三条拖轮协助 我船就安全的驶出了港口 那下一个港口是新加坡 总航程是1468海里 如果全速航行的话 需要70个小时左右 经济航速的话呢 差不多要113个小时 所以说船舶航行的速度 是根据下一个港口的 靠拨计划来制定的 那比如说吧 这次新加坡的靠拨 那随着港口那边给出的 靠拨计划不断的改变 那我穿的船速呢 也在针对这个时间 做相应的调整 有可能还要在新加坡海峡 东边的入口处 外边找个地方来飘航 用来调整ETA 因为目前代理航 他所给出的时间 是16号的凌晨1点上引水 这个时间太宽裕了 也就是说 以目前我船最低速 就是用经济航速来航行 这样计算的话呢 也会早到差不多12个小时 所以呢 我们计划选择在外边飘航 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开到海峡里边去的 因为里边船太多了 如果在里边停航 这样等候的话 是极其不安全的 而且交管中心VTS 它也不允许你这样做 你横在那里还行啊 不就挡住别的船的通行了吗 我本来还想着 如果是白天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把手机架在那边 拍一拍海峡 拍一拍新加坡怎么进港 那现在它这边改来改去的 我看又拍不成了 又改成了半夜了 因为 不过也说不好 咱们到时候看一看吧 它灯光如果很明亮的话呢 也可以拍一下试一试 没关系了 机会有的是 大家说对不对 那好吧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